B.C.Huan出身从商之家 曾在饮食业任职管理层 收入上家 当他就任的公司被收购时 他意识到中年危机 担心有一天会被低薪 年轻的大学生所取代 当时新加坡开放直销 他被朋友拉去一间直销公司的 创业说明会 听到了直销可以改变人生 成就梦想 因此他开始兼职做直销 后来辞职加入全职经营 跟着他的上线一年跳一家公司 经营了一段时间 经济状况没有好转 收入也不稳定 家里的生计还需要靠他的太太 一肩扛起 B.C.历尽许多挫折 苦不堪言 人脉也用尽了 但他的直销梦还是没有放弃 因为B.C.始终相信直销 认为只要继续努力 总有一天会成功 B.C.的家人 多半都在全美世界经营事业或工作 虽然家人们不断劝他加入全美世界 可是他认为所有的直销公司都是一样的 有志气的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去外面闯一番事业 经过了多年的折腾 B.C.正当感觉无力时 全美世界的Jerry和Maggie没有放弃他 依然不断邀请他加入全美世界 一开始时他只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在全美世界从零做起 一直到他上了105课程 闫博士的一句话令他惊醒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 更要去考虑家族的感受及利益 自此他下定决心经营全美世界 当时公司正好要进军菲律宾 他就毫不犹豫地到菲律宾开发市场 没有任何人脉 他到商业中心做陌生拜访 开展销会 清清国的产品在菲律宾大受欢迎 菲律宾市场在一年之内成长超过800% B.C.在短短两年之内 就拥有8万名下线 创造非凡的奇迹 成为2015年的风云人物 全美世界的平台 由于其他的公司 是因为全美世界 不单给予我赚钱提升生活品质 而且也丰富我每一个人的生命数字 以前的我不知道 怎样去照顾家人和爱家人 现在我开始懂得去珍惜和感恩 从663系统我也学会了去建立团队和规划事业 全美世界令我深刻的了解到直销的正能量 BC对直销事业非常有热情 做事不轻言放弃 做人肯学习肯付出 这些年来我在全美世界目睹了他的生命成长 越来越有担当充分展现智力及领导力 我很为他高兴 接下来BC的目标是打造一支强大的新加坡团队 Power SG Team 并且栽培团队伙伴顺利晋级PD 同时推动新计划 每月到各国市场检视成果 以达成目标再创高峰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选择错了白忙一场 选对的公司就要紧跟系统 十分努力 成功取决今天的行动 成功就属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